周一凌晨 印尼最大煉油厂的储油槽突然着火 实际发生连横爆炸 附近居民家中的墙体出现巨大裂纹 玻璃被震碎 事故造成至少28人受伤 5人伤势严重 仅千名住户被疏散到安全地带 出事的煉油厂位于西部爪哇省巴隆岸 首都雅加达以东200公里处 1994年开始运营 每天可产油12万5000桶 拥有这家煉油厂的印尼国营石油公司 周一发声明表示 起火原因不明 但事故发生时当地下着大雨 伴有道道闪电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据报 大火没有损害煉油厂的加工能力 煉油厂有望5天后恢复正常运转 该公司正在关闭煉油厂 防止火势进一步扩散 新唐记者必新词 名誉综合报道